红崭先生票房惨败 这种惨败是公平的 这是我随意在网上刷到的评论 这样的评论还有挺多的 我不是专业做影评的 就说是个人看法 现在说红崭先生失败原因 主要毛头只指题材原因 就是不适合春节党这个意思等等 反正就是不好看 我觉得说到题材原因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但是没说的很清楚 我把话再说的直白一点 题材原因什么意思 电影里讲了很多 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内幕 比如电影当中有个桥段 说投资方特意出演了 自己投资制作的影片 并且要求导演为C位提供台词 讽刺了对电影一窍不通 还喜欢指手画脚的资本方 还有说到要拍农村题材的电影 因为容易拿到奖等等 就光是我随便说的这些 大家觉得这个题材合适吗 各大媒体院线应该给推广吗 说不好听话 资本要大力推广一部 骂自己的电影吗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排片有多少 现在我们在网上每天刷到的 霸占头条的又是哪部电影 留给红崭先生的宣传不多了吧 资本都敢打了 电影票房能高吗 而我说的这些 只是目前我们广泛宣传的电影内容 事实上这个电影 还有讲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如何在当今互联网时代 做到真正的自己 被别人不理解该如何应对 探讨了这些 值得我们现代人思考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不说的话 谁知道呢 再说一遍 我不是专业做影评的 更没有故意的要帮谁说话 只是想说说个人看法 客观的说 红崭先生的确不能说是优秀的 但是也真的没有 现在体现出来的票房 或者说网上那些骂他的声音 实话实说 一个电影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它自身的水平是很重要 但是离不开宣传力度 如果宣传铺天盖地 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给予好评 会对观众的观感有影响 也会给还没去看电影的人参考 要选择去看哪部片子 还有啊 如果我是说如果 某些电影对影院说了 必须给我拍片多少 要不然我就不给你放 而有的电影没有这么做 是不是自然拍片就少了 没有拍片谁能去看呢 到现在了 我觉得咱们大家伙 看待票房这个东西 应该可以理性一些了 过去我们只拿票房说话 但是近些年随着资本大行 起到很多事 没有那么单纯和简单了 我们看到的 大家都说好看的电影 就真的是好看吗 而且电影嘛 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 每个人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喜欢的演员也不一样 就连看电影当天的心情 都会影响后续的评论呢 怎么可能一骂婶的 都说一个电影特别好 或者大部分都说 一个电影特别差呢 我这么说没有要影射什么 我影射不起 我算个什么呀 自媒体小博主一个 分分钟被评论淹没 也没有啥流量的人而已 看我节目的朋友呢 也可以自由发挥 怎么理解您随意了 我记得呢 去年我收到过一个私信啊 是一个热心粉丝对我说的 说坤姐啊 你的节目流量不会好的 因为你说了网站的问题 你说了专业媒体人的问题 甚至批评过资本 可你在网络平台上 是沾了这些的边啊 你说你的节目能有推广吗 这个私信说的话 我记到现在 看到如今红坦先生的情况 我就是瞎联想啊 你说跟这个道理有没有关系呢 我倒是觉得啊 有可能呢 零号导演多年后 终于可以和刘德华合作了 也是带着感恩的心 感谢刘德华曾经对自己的帮助 而刘德华如今的身份和地位啊 可能也不想不需要 再拍摄一些迎合资本的电影了 60多岁的刘天王 也想要拍一些 真正自己想要表达 或者说多年以来 没有勇气让更多人知道的 那些背后的故事 记得20年前呢 我看过一部香港电视剧 也是讲娱乐圈内幕的 挺大胆的 后来呢 却是显为人知 没有多少推广 因此我认同题材原因的说法 只不过有些人说 是不适合春节党 我觉得这么说 没有看清楚问题的本质 那么还有一件事啊 去年华为很火的时候 刘德华的热度有多高 大家还记得吧 非凡大师遥遥领先 当时的场景莉莉在目 我也做过节目 可是现在大家再看看 华为的热度呢 刘德华的热度呢 有人说呢 刘德华不还是挺受欢迎的吗 那当然了 以刘德华的知名度 一定会有热度 但是我的意思是有多热的 记得那时候 刘德华因为帮华为代言 三天而损失六亿的事情吧 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我想说 如今西方资本 在娱乐界扮演的角色 比很多人想象得到的 可能还要更加的浓墨仲彩 所以说 帮过华为的刘德华 到底遇到了什么困境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么接下来呢 他拍的电影《红毯先生》 讲了些什么 经历了改档期排片 差评 口碑和票房铺接 等一系列的问题 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 真的只是单纯的 因为这部电影不好看吗 刚刚我说过了 一部电影好看不好看 见然见智 还有与宣传力度和舆论 风向直接挂钩 我要再次强调 我这期节目 没有拿过任何好处 要帮谁去说话 也更加不是要说 这部电影有多么的优秀 我只是想表达 它可能没有那么差 还有只是想评论一下 这个事情 这个现象 为什么这部电影 会遭遇这种情况 那些想要支持 别的电影的人 不需要过来骂我 因为我讲的是一部 没有热度的电影 我的节目能有啥热度吗 而且你们做的已经很到位了 铺天盖地的 已经只能看到某部电影了 别的我们基本上也看不到了 没有说你们支持的电影不好 我只是想要说 有没有好到那个程度 还有别的电影 有没有差到那个程度 要让别人吐吐么星子的地步 能不能给别人留点活路 就这个意思 反正也说了这么多了 那我就再多说几句 其实我们的娱乐事业 媒体影视等等这些 到底在由谁来把控呢 为什么给咱们一种感觉 好像沾上爱国的艺人 过后赚钱都难呢 就说吴京吧 他拍过的电影可以说 不止叫做 而且都很燃 充满爱国情怀 真的很有意义吧 可是大家看看 他过后接到了多少广告 都不是那种什么 国外的奢侈品牌吧 他能赚到的 跟咱们好多娱乐明星 流量艺人能比吗 可是就这样 还有海量的人在骂他割韭菜 卖弄情怀 更别说外网都群嘲他 网爆他好长时间了吧 可是他只是一个演员呢 因为拍了这样题材的电影而被骂 那我们说好的宣传呢 难道是资本不喜欢他这样的电影吗 同样的 刘德华帮华为代言了 很多人以为这是在给自己立爱国人设 行你说立就立 那立了之后呢 他得到了破天的富贵吗 不 反而电影都扑接了 就算是这部电影不够好 也不至于被打压到这种程度吧 说票房惨淡 完全不说没有拍片的事 说口碑扑接 完全不谈那么多有意采测的评论 哎呀不说了啊 我不知道我这期节目能发出来不发出来又有多少人看到 我只是想表达我希望我们可以多给一些正能量的明星机会 然后呢我也想说我真的很羡慕 现在咱们罢评各大热搜榜的电影和明星的名字 他们是怎么做到如此的宣传效果的呢 值得我们学习啊 如果可以把这个宣传力度分一些 哪怕分一半的热度给一些正能量的主题宣传 那该有多好啊 然后呢 大家看我们下来的